我想要做那個橄欖油的監測 簡單原理解釋一下 基本上假如你有一個真的橄欖油 然後你有一個假的大桶橄欖油 然後你有一個雷射光照過去的話 其實兩個橄欖油會反射出不同顏色 真的橄欖油會反射出紅色 然後另外一個會反射出黃色 然後這是一個國小的柯自然題目 那主要原理就是因為他們其實裡面的成分不一樣 真橄欖油裡面有比較多葉綠樹 然後所以它打出來的東西不一樣 這是很簡單的版本 稍微比較進進的版本就是 你可以做一個光譜儀 因為光譜儀的原理很簡單 就在一個就是平面上開一個小細縫 光透過去的時候它就會散開 然後你就可以偵測這光有什麼 然後你可以把 假如你把很多不同的元素 都就是建立成一個資料庫的話 你之後你就可以再造其他的東西 然後這個位置這個油裡面是什麼 或你不知道這個工廠排放出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回來比對 你這個資料庫已經建立的東西 可是你要做這個偵測之前 你要需要建立這樣的資料庫 也是我們希望今天可以做的東西 所以Live Demo一下 就是實際上我們現在這邊有一個儀器 然後它可以做的東西 就是這邊有一個小的細縫 然後裡面有一個微看 那它可以做的東西是假如 比如說我對一下光源的話 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 比如說這邊的光是這樣子的分布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建在一個資料庫裡面 然後我們今天想要做的東西就是把不同的實用油 所以就是昨天晚上謝謝大家的那個回應 我們有一些人會帶一些實用油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實用油慢慢建成資料庫 那可能今天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發現一些insight 可是在長期來講 假如我們有累積越來越多這樣油的資料庫 我們未來就是也就是 比如說還有油的事件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馬上把這個資料庫拿來用了 那這邊所有的那個就是license 全部都是他們有一個 我有把open source的license放上去 那他們也有一個聖的那個Hover license這樣子 然後需要的人 所以假如你今天有帶油的話 所以假如你今天有帶油的話 假如你有帶實用油的話我們會非常需要 然後另外我們其實就是整個公司 我們也需要留下完整的紀錄 所以歡迎任何就是寫手啊 或者是就是比如說攝影啊 都可以就是加入就是我們可能下午等一下要進行的實驗 所以會公布實驗的地點 然後我們大家就回規來 然後就下實驗需要紀錄這樣子 所以這大概就是第一個專案 所以就是那個這個流的建議 所以啊 reset reset 對 中長部那個工商服務時間 就是所以那個 我們之前那個gdv有上纏速化報 然後我要把就是上的那一期的報道 包含EPA之前有寫gdv有關的報道 兩份雜誌我都有帶來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就是閱讀 OK 所以這個是 好 不是很可怕 因此 我們 active